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豆腐皮加胡萝卜好吃的做法 豆腐皮一张 把豆腐皮切成细丝 准备两瓣蒜 把蒜切碎 再切上一点葱 胡萝卜一个去皮 把胡萝卜刨成丝或者切成丝 锅中水烧开放进豆腐皮 豆腐皮在锅中打散 焯水一两分钟 再捞起控水 放到冷水中煮一遍冷水 口感会更清爽 再捞起控水 拿了一个小碗 倒入两勺白醋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盐 把它们拌匀 待用 把豆腐皮和胡萝卜丝放到一个大碗里 在豆腐皮胡萝卜丝的上面放入蒜和葱 接着热一勺冒烟的油 把热油淋在蒜和葱上爆香 放进香菜 再把刚才调好的调味汁倒进来 拌匀入味 建立好吃开胃清脆爽口 解油腻的豆腐皮拌胡萝卜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收藏点赞 暂 강客 loan 眼线 预AB 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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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